为了在偏乡地区推广科普教育 日检科技部科普计划 由陆军官校、物理教育学会 以及科学教育馆主办的 《创意科学放一下》活动 日前在红人国中登场 中华民国物理教育学会理事长洪伟钦表示 这次在红人国中的活动 报名非常踊跃 也代表南投地区的家长对于科普教育的支持 他们也会在明年度 计划继续来举办科学教育的活动 让更多学生能够共同来参与 所以我们优先选择了 由红人国中校长、李校长来帮忙牵线 然后邀请了南钢国中 还有祖山国中等三间国中 做基地学校来推动科普教育的推广 那这次我们总共开放本来是450名 但是在三天里面南投的小朋友 家长竟然有超过600多人来报名参加这个活动 所以显然在南投这里 科学教育的推广这件事情 家长普遍都非常的重视 所以这也奠定我们未来还会规划更多的活动 在南投地区来生根 红人国中校长李孟贵表示 今年跟往年不同的是 透过事先训练国中学生 让他们来担任官主 再让官主带领国小的学童 做科学实验的活动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活动更加生动有趣 增进学童学习科学教育的兴趣 教授亲自训练了我们国中一年级的学生来当官主 然后利用半天的时间训练过后 那今天整天就是由这些小官主来带领国小的学生 一起来闯官 那今天总共设计了28种游戏 28种科学游戏 都是非常跟生活化有关的一些力学 物理学 一些紧密的科学这样子 让孩子很充实非常忙碌 那我们也积极在跟教授争取说 这个计划是不是可以长期的发展来推动 我们南投县的一个这样教育科展 先议员尿志诚肯定主办单位的用心 尤其这次参加活动的学生都非常认真在学习 也显示我们的学童对于科学教育的兴趣 但因偏向教育资源较为匮乏 也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多举办 让我们的孩童能够接受新的资讯及知识 帮助孩童的发展 我看每个学生对科学教育都非常认真 很专注很有兴趣的聆听 我们的讲师的授课 在这里提出很多问题来发问 其实问题发问越多就表示 这个孩子有得到深入的思考方式 要来请教我们所有的老师 我一感觉这种就是 对我们偏向里面本来我们的教育资源就较足了 这种应该对我们偏向教育要多多 多办几场 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提早来接触科学教育的教学方式 可以提升我们未来的竞争 对我们偏向的学生的竞争能力 副一长潘一泉肯定科技部科普计划的用心 也希望县府教育处能够来推广科普教育的活动 让学生有机会接触到新的知识 让科学教育能够在南投县扎根 记者成为一博理财房报道